好 这一讲大雨可能有效可以让台湾长这样闻 但在立法院恐怕很难这样闻 因为今天真的是冲突不断 尤其是国民党指控 民进党立委黄杰试图用不法的方式 在凌晨四点多先进内政委员会卡位 还杯葛选霸法的修法 许晓星更讽刺黄杰沦为黄贼 对此黄杰也出面受访 赶快请刘家耀来告诉大家 好 主播各位观众 但关系目前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我先带你来了解到 民进党立委黄杰今天一天早上 就直接在这个走廊上 也就是内政委员会 他试图用一些方式打开这个门 然后被国民党的立委指控说 是非法的进入 当时黄杰是直接跟一名男性的一次次助理 然后这样子通过千方百计之后 终于来到了内政委员会 因此可以顺利的进入到这个茶水间里面 不过我其实非常好奇说 他们是怎么进入的 到底有没有非法的进入呢 今天呢两个女人战争又掀起了 哪两个女人战争呢 就是国民党的徐晓星以及这个黄杰呢 两个人阵风相对听一下 稍早跑的内容 黄杰他不只是晚上的时候 偷偷鸣狗道之徒去跑进去这个门里面 媒体已经收到具体 非常具体的情资 并且看到公报的文字 向相关的委员提问都要作假 那请问黄杰 你说的话到底有哪一句话是真的呢 立法委员进到会议室都是合法合规的 那我要几点来上班 应该不需要其他立委来过问 可以说我是怪盗啦 这样应该名字比较可爱 可以听到黄杰呢会后受访的时候呢 一再强调了他是合法合规进去的 而且他只是起得比较早 比其他委员早进去内政委员会而已 而对此呢这个国民党的立委 薛曉昕呢只是开枪说 现在黄杰已经变成狂贼了吗 以上是目前掌握的真消息 将时间镜头交给黄队出过 谢谢大家